假设已是三个r中的位置向量 我来向右移动一下 假设第一个位置向量是x0 它等于-2 2 它等于-2 还有-2 如果要画出x0的图像 就要画出-2-2 x0就像是这样 下一个位置是向量 x-1 x1 假设它等于-2 向量x1 我把-2-2画在这 这就是第二个位置向量 也就是x1 当我指明它是位置的时候 它表示r中的特定坐标 我再画出第三个位置 向量x2 假设它等于2-2 我把它画出来 卡在这 这个向量就是x2 现在我好奇的是 不是好奇 我要做的是定义 连接这些点的线段 对于第一个线段 我称其为l1 还是叫l0吧 我令它为连接点x0 和x1的线段 我应该如何构造它呢 我在构造这条线段时 我换出颜色来做 用橘黄色 这是l0 我要做的就是找到 所有这些值构成的集合 所有这些有位置构成的集合 这条直线的点 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 我们可以从x0出发 我们知道橘黄色的线 等于 x0再加上x1-x0的倍数 如果取x1-x0 就会得到这个向量 它就是x1-x0 就是这个橘黄色的向量 我写在这儿 它有些看不清楚 如果仅取x1-x0就得到它 这是有意义的 x0加上这橘黄色的向量 就等于这个蓝色的向量 如果取这个向量的不同倍数 就会得到 这个方向上不同的点 我们从x0出发 我要用绿色来写 然后从x0出发 加上 这个橘黄色向量的倍数 橘黄色的向量 即使x1-x0 我要写出来 加上x1-x0的倍数 还要加一些限制条件 如果要保持在这个线段上 我们要限制rt 如果t是个实数 如果它是任意实数 那么文质上 我们就定义了 这整个的数值线段的集合 它直上直下 延伸到无穷远 而我们指 它让它限制 从这里开始 一直向上到其他地方 它不必有其他的方向 我们可以说 这是成立的 这里的这条线段 是成立的 对于t 那么我来这么写 t大于等于0 当t等于0时 这项消去了 我们只剩下这一点 或者说这个位置向量 我用绿色的来写 我们知道它的位置 并且要求t小于等于1 当t等于1时会怎么样呢 当t等于1时 这项就是x1-x0 以至这个x0 这个x0和这个都消去了 就得到这个点 当t等于1分之1时 我要确定大家能够理解 会怎么样 以至x1-x0 就是这个橘黄色的下量 当t等于1分之1时 本质上就是取这个橘黄色 下量的一半就得到这个点 就是你要得到了这个点 我们想要的是 这个线段的一半 当t等于0.25时 就会得到这一点 当t等于0.75时 就得到这一点 当t可以取到 所以t可以取到 0到1之间的任意时数 从而得到的点 都在这部分线段上 这就是L0 它是一个向量的集合 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 得到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的方程 即x1和x2之间的这条线 如果要求出这条直线的方程 我称之为L1 L1就等于x1再加上t 扩好x2-x1 限制条件为t大于等于0 且小于等于t 这就是L1 如果要构成一个三小型 我们来定义学楼直线 我们来定义L2 L2是所有满足下属条件的 下端集合 即从x2出发 这个集合由x2加上x0解决x2的倍数过程 x0-x2就是这个向量 从而就由x0解决x2 其中t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如果取这个组合 如果定义了一个母级 我们可以将三小型区域定义为 它是由这些家伙并购 并购成一个集合 我写出来 它包含L0 L1 L2 然后就得到这个三小型 如果取这三个集合的 如果取这三个集合的并 就会得到这个三小型 下面我要做的是 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复习 但是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考虑学过的东西 我要做的就是弄清楚 当进行线性变换时 这个集合是怎么变换的 我来定义一个变换 我要定义一个简单的变换 定义任意x的变换 定义关于任意x的变换 等于矩阵1-1 然后是2和0 乘以任意向量x 即乘以x1 x2 我们知道任何线性变换都可以写成一个矩阵 反之亦然 于是你可能会说 你用矩阵的形式给出了例子 还没有其他方式来表示 这个变换呢 你可以把它们写成矩阵的一个形式 我们试着求出 它是什么样的 当用变换作用于三小型的每个点时 这个三小型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先来做变换 L0的变换等于 这个东西的变换 这是一个关于特殊值的情况 对于一个特殊的T 这是L0中的一个特定成员 它等于是x0-T 括号x1-x0的变换 抱歉 这是-T 是小写的T 满足于条件 T大于等于0 而且T小于等于1 我换一种颜色 由线性变换的静置 它等于变换 我把括号打开 就是x0的变换 减去T 括号x1-x0的变换 对于T属于区间01 后面这个现实条件再说 就显得累赘了 然后它等于什么呢 如果取这个 加倍的向量的变换 它就等于先取这个向量的变换 再加倍 所以它等于这部分 即x0的变换减去 长数为T 乘以向量x1-x0的变换 我要确定括号的位置 都是正确的 满足条件T小于等于0 且T大于等于1 我们知道 两个向量的和的变换 等于它们各自变换的和 我们之前学过了 从而第一条直线的变换 就是这个 L0的变换等于 集合 x0的变换 减去T乘以 x1的变换 减去x0的变换 我们已经处理了第一条直线 这里有个括号 其中T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这个结果相当的简洁 它是我们的工作变得简单 从x0到x1的这条线段的 变换 最后成为 x0的变换 与x1的变换的组合 我要说明一下 x0的变换是什么 我计算一下 x0是-2 -2 我来写出 x0的变换 于是x0的变换就等于 我写出来 这样就不会出错 它等于 1 2 -1 0 乘以 -2 这等于什么 1乘以 -2 减去 它等于 1乘以 -2 减去 括号 -1 乘以 -2 从而 -2 加2 等于0 然后就有 2乘以 -2 等于 -4 首先是 2乘以 -4 然后加上 0乘以 这是 -4 所以这就是x0的变换 我来做图 这是 对于x 向量x0 这就是x0的转换 0和-4 从而我们的转换 就将这个向量与下面的这个向量联系起来 就是下方的这个向量 现在来取其他向量的变换 去x1的变换 我在这 我在这坐 我快没地方了 x1的变换等于 矩阵 12 -10 乘以 -22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1乘以 -2 加上 -1乘以 2 等于 -4 然后2乘以 -2 就是4 加上0 从而就得到 -4 4 于是x1变换后 就是-4 4 -4 -4 x1就像是这样 x1的变换 就是R2中的这个向量 我问的变换是从R2 印到R2 这就是我能将它们都画在这个迪卡尔坐标中的原因 还剩下一个没有处理 我们来计算x2的变换 x2的变换就等于 变换矩阵 1 2 -1 0 乘以 2 -2 它等于1乘以2 等于2 再加上括号 -1 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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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加2 等于4 然后就有2乘以2 等于4 再加上0乘以 乘以2 得到4 4 从而x2变换后就得到4 4 就是这个点 所以x2的变换就是这个项目 现在我们能够取三角形的 每一个顶点的变换 但是还不知道 变换是如何作用于 所有这些 这些三角形的边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数学运算 以第一边为例 这里只处理L0 使用线性变换的性质 实质上就是 线性变换的特质 我们能够发现L0的变换 也就是这条数值的线 它变换后就得到下数值线 从x0的变换出发 这个点由这个项目确定 然后再加上x1的变换 减去x0的变换的整体倍数 x1的变换减去x0的变换 等于什么 x1的变换就是这个项量 x0的变换是这个项量 所以这一整项就是这个项量 减去这个项量 或者说是这个项量 就这个项量 本质上我们有 我们用了与视频的 第一部分中的相同的定义 它与这个线段相同 这条线段将 这个点和这个点连接起来 我们取二者之差 然后将它们乘以 0到1之间的倍数 从L20的变换实质上 就是变换 这两个端点的变换 之间的这条直线 这是个相当简洁的结果 它使我们的工作变得简单 根据同样的道理 L1的变换是多少 L1在点x1和x2之间 它在这两个点之间 这是L1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重复上述的工作 它是用于任何的指向 我只做理论上的说明 L1的变换会时 将这两个顶点的变换 连接起来的直线 所以它就是将 x1的变换与x2的变换 连接起来的直线 我将它标在这 这是L1的变换 这是L0的变换 最后L2的变换是多少 L2是将点x2和x0连接起来 这就是L2 通过使用相同的方法 可以得到它的变换 就是将两个点的变换 连接起来的直线 所以说L2的变换将会是将 x2的变换 和x0的变换 连接起来的直线 它会是将这条直线 它将会是这条直线 这个就是L2的变换 如果我们将整个三角形 定义成了它们的结合 那么它的变换就是 从而这个变换之后的图形 就是这个斜三角形 我想现在你大概会明白 为什么它在计算机图像 以及游戏开发中这么有用 因为当你从不同的角度 看物体时 会发现它们可能会是斜着的 但是通过这个变换 我们能够将这个集合 或者说是向量 或者是位置 或者形状 它是由向量集合所决定的 我们能够将它变成 R中特定的形状 这是由不同向量构成的 集合所决定的 这个视频的简变之处 就是在于 你不必个别的指出 这里的这个点 经过变换之后 对应到这里的哪个点 你是需要指明端点在哪 就可以的 求出它们的变换 将变换后的点 按照原来的顺序连接起来 这就是它的简变之处 当你从一个集合变换到 另一个集合时 有关相关的一些术语 比如说L0的变换 L0是由这条直线 所指定的集合 L0的变换就是这个集合 它是一个向量极 抱歉 L0是这个集合 是这个集合 它在 它是这个直欲中 表示这些点的集合 所以称之为 所以称之为L0在不断 在变换T下的图像 L0在变换T下的像 称之为L0在变换T下的像 这么命名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称之为像 因为T作用于这个L0 使之变形 或者说在直欲中 产生了一个新的像 它作用于定义欲中的一个值 并在这个直欲中 产生一个新的像 我们可以说 这个图形的变换 我在上面定义的 整个图形的集合 就是整个这个三角形 它的像 它变成了紫色的这个三角形 它就是S在T下的像 希望你能够发现其中的乐趣 这是十分有用的知识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3D成据员的话 在下次视频中 我们将会探索 档X不再是定义欲中的 一个子及时的情况 我们目前所处理的问题 L0 L1 L2 或者整个三角形 这些都是RN中的子集 下次视频我们将讨论 将整个RN作用变换 等一些情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